当你刚开始在上海开车 我本来也以为是这样的 早上我过来道号说前方一百米右转 没想到右边有两条路 我眼睛一闭走错了 路不熟悉 但是我怎么知道哪条路是哪条路呢 还有 导航让我执行 我哪知道他说的是要俯路执行啊 上海开车实在太难了 领导 你要给我熟悉的时间 等我熟悉了 以后效率就高了 哦 哥都确在哪子 我老婆子给福特能死 有道路都搞不清晨 干嘛给摊一下就睡了 好吧 那大公子去科学老星出资啊 哈哈哈哈 走走走 哦呦 哥不出资美领啊妈 我跟你讲啊 这个福特蒙迪欧啊 你好福特 早上好 导航到外滩 你好福特 在哪 打开四斤导航 零零领导 你怎么那么熟悉啊 哦 我十两年正好打了老婆快过 而老婆想两部这些大西出资 一开吧好学的了啊 当老就要把这些没出资的 这个事情都要想赢了 再配上个快一点点灭的 这些开始了就让我领导 让大老能开出资 而老婆死过了 过来就把我都开出他了 而平洋上白外滩用这个出去一通地杯咖啡 但您到公司的咖啡啊正好倒了 中央的休息人员外滩 这个一直放屋来听听音乐 来出资格的面前 没有强调 对的对的 平时上下班开开确实挺好的 也非常适合路况复杂和不熟悉的地方 哎谁呀 所以刚一在本地来了呀 龙山岛里有了可不出资美的石头啊 可不出这石头神岛啊 你不敢说这有了第五秒 你不敢说这石头神岛啊 龙山岛啊 领导我我错了 其实我是睡过头了 龙山岛的奖金没了啊 都怪这个问题又卖得太火了 大家都知道了 还我奖金都没有了 有证 trying